深圳籍郵輪聖油229昨天下午在廣西北部灣海域起火 據了解聖油229長117.4米、闊16.5米 裝載柴油6,858噸 事發後,大陸陰州市立即啟動應急預案 組織應急、海事、海警、消防、公安、生態環境、 衛健等部門前往現場救援處置 經初步核實,船上一共有17人 直至昨天下午大約3時,已有15人獲救,2人失蹤 大約下午4時,船上的名火被撲滅 到了晚上大約9時40分 消防人員在右援甲板發現2名失蹤人士確認已死亡 在目前海上防污染工作正在進行 事故原因仍在調查中 先撐我們撐真相吧